好 这一次台风带来的大风大雨 造成了六石石山以及赤克山的金针花 还是一片的狼藉 许多金针花都被给这个大雨摧毁了 那么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 台风虽然是离开 但是这两天下午都出现了好大雨 原本长出来的花朵都被破坏 也担心游客上山的时候路况不佳 因此也宣布花旗是提前结束 也呼吁民众上山真的务必要小心 六石石山赤克山两大金针山正值花季 满园盛开 海盔台风脚带好大雨打落花苞 食用金针也因为路段停电无法采收 农民忧花季泡汤了 光光农产两头空 这次是相当严重 可以说我们花季 说严重一点 几乎算是结束了 现在我们在比较淫封面的地方 几乎都已经没有花了 还剩下一些被封面的 就是说比较风吹不到的 还有一些这样而已 真的非常惨是克山的农民表示 金针开花就不能食用 因为路段没有办法运送 停电也没有办法烘干 只能眼睁睁看着采收区变成开花区 并且两条的连外道路都受损 交通中断 游客不能上山 花季大受影响 整个山都还算非常的漂亮 只是说上山的一个路况 目前还不是非常稳定 安全 所以我在此还是建议 游客部的话 在暂时短时间之内 还是先不要上山过来 等这个路况 比较安定跟安全以后的 比较稳定的状况之下 再上山 会对个人的安全 生命财产比较有保障 强风豪雨打落花朵 还造成通行六十十山的道路土石崩落 虽然紧急抢通 后续仍需要栽修 路况跟花况都大受影响 记者高双双 副理箱采访报道